那把哀伤之刃 割下了一块乌色的灵魂 少了它 乌色可能无法复原 我在幻想中 见过这类魂体保管的地方 可是要取回它 非常危险 言语之主 也没保护着它的宝藏 我准备好协助你了 我需要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没有忠诚楷模 我们无法打造新的服役 神殿里满满的都被气势者 我们该怎么办 透过理解 来寻求和解 我说不定能帮上不好 需要什么指引吗 我代表御灵者的意义 既然我的灵魂能够愈合 那么和气势者之间的裂痕也可以 我得警告你乌色 我们从来没做过这样的尝试 只要能让我完整 我什么都能忍 我没办法 那块裂片太沉重了 它快支撑不住了 我们得帮它 快来协助我 无瑟 坚持下去 让你的回忆自然有限 你在追寻知识吗 无瑟 我们帮你了 这里是斯坦索姆的阿龙索斯教堂 这是我成为第一位神奇事的命连 来吧 无瑟 就定位 我们准备开始了 圣光在上 五等齐聚一堂 愿圣光会赐恩典 祝其重生 无瑟 你是否宣誓 只要团结合作 我们才能获胜 我愿意 有哪些美德 三大美德 有敬重 坚毅 然后还有 还有什么 怜悯 超越彼此的旗舰 在意中求同 真心感受他人痛苦 即使 是 阿萨斯 等等 那是什么 在那个角落 必须进化这座城市 你 你怎么会产生这种想法 他的回忆交缠在一起了 我们得帮帮他 不 克雷亚 他必须自己克服 我能为你效劳吗 你好啊 你好吗 该死的无瑟 我以处决的名义命令你 进化这座城市 你还不是我的国王 孩子 就算你是国业规增同账的命令 我现在没有目标 那么 只能说 你这是叛国了 叛国 你疯了吗 阿萨斯 走 我要先找到目标 推荐 我离得太远了 我需要热药 我已经超出范围了 我需要热药 啊 进行回忆 他们变得不一样了 你是否宣誓 愿传递圣光的智慧福音 你依然放不下你的后悔和悲伤 放不下阿萨斯 你是否宣誓 愿产间除恶守护无辜弱者 我愿意 无策以罗德龙与白云之手骑士团 守卫圣骑士的名利起身吧 你还有疑问吗 我们来帮你了 无色不要放弃 圣光 阿萨斯 我做了什么 会紧张吗 阿萨斯 这是阿萨斯成为圣骑士的那一天 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坦白讲 是蛮紧张的 我看到你对圣光的奉献 可是我的心里却充满疑 可是我的心里却充满疑惑 我能为你效劳吗 一切都是徒劳无功吗 你的伤口 还在痛吗 还在痛 也许它永远不会消失 这是什么地方 我已经超出范围了 是吗 我要先找老木 他是来抢骨灰窝 里头的骨灰 正是他擒手杀死的父亲 我现在没有物料 我需要再靠近 为什么要牵到这里 在那个地方下 我做不到 我没有恪熟 尤其是怜悯 我的心 从来没有那么冰恶 我面对它的时候 不是导师 甚至不是朋友 反而是仇敌 就算是这样吧 但面对这个回忆 能让你体会到 怜悯的价值 胜过任何点击与信条 无瑟 把这个教训谨记在心 纵使无法改变过去 但你还能写下不同未来 我会的 阿萨斯 要是当时 我更努力拯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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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 我更努力拯救你 是 啊 面对我 无色 我保证会让你死得痛快 阿瑟斯 我衷心希望地狱要帮你留个位子 不 我正在气头上 这可难说了 无色 因为我打算永生不选 你还有疑问吗 无色 既然这些悔意让你如此痛苦 你可以选择解脱 不 我不该忘记这些教训 若是有选择的机会 我绝不会舍弃他们 若是有选择的机会 阿德雷特斯 我有话要说 你需要指派工作吗 心怀纯洁 我现在知道了 我也 真心道歉 无色的经历 让我领悟到许多事情 生灵宝需要新的道路 尼克龙 请陪伴我们 携手找出让大家重新团结的办法 我看见你了 我代表御灵者的意志 需要五位楷模 才能重铸我们世盟的福音 就在今天 我们要任命一位新的忠诚楷模 月灵者 导致齐月安的信念分裂的 是缺乏怜悯的忠诚 也许我们需要的不是忠诚 而是奉献 对里面 对彼此的奉献 以及对我们接引的灵魂 做出奉献 德沃斯背离的时候 我带着长毛去见他 他说的话其实有道理 但是我听不进去 我们应该记取污色的教训 从今以后所有奇瑞安都能自由选择 要保留记忆 还是要遗忘 阿德雷特斯 我再次任命你为奉献楷模 还有克雷雅 由你担任他的辅佐者 什么 抱歉 玉灵者 可是我 你对我们神圣职责的奉献之心 从未动摇 没有其他人选 比你更适合这份殊荣 玉灵者 感谢你 我们会恪守职责 我看见你了 带着永远 我们不止得拿回神殿 还得恳求剩下的弃士者 加入我们的使命 我们支持你 我去召集盟友 然后在弃士修器处会合 气势者 与齐瑞埃 再度并肩合作 有什么烦恼吗 克雷雅 这只是个开始 光明的未来 在等着我们 有什么事想说吗 成为晋升者 准备好了 就来岛中跟我们会合 祝大家好运 我早已对 玉灵者失去信心 你只是帮助我 接受真相而已 尽管如此 我还是让你受了 许多折磨 这种事情 不会再发生了 直行 完美 快打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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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再也不会有人被迫舍弃回忆 所有齐瑞安都会尊重你的决定 快打断 快打断 让我们再次团结起来 不是出于忠诚 而是自愿奉献 生灵宝的新道路就此展开 愿智慧值一命 我们的命运在此交汇 有事就说吧 我会看着你 凡人 改变势在必行 我们也必须 上次任命新凯摩 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 上次启用新神殿得追溯到更久远之前 而今天 两者同时达成 阿德雷特斯 请上前来 尽管时局困困 你却体现了莫大的耐心与怜悯 崇高的美德 阿德雷特斯 足以让你成为奉献凯摩 阿德雷特斯 请加入我们 合力打造新的世盟服役 他象征 我们崭新的道路 他象征 我们崭新的道路 由齐瑞安与契士者 吸收共同开创的团结之道 你想服侍生灵宝吗 我们都要服侍大义 抱歉 我问一下 阿萨斯最后的下场是什么 在他死亡的那一刻 德沃斯和我带走了他的灵魂 然后抛入渊猴 没有让审断者知情吗 所以 他说不定还有救赎的机会 我无从得知 那不是我做的选择 德沃斯带我踏上了黑暗的道路 亲眼见识过渊猴之后 我觉得任何灵魂都不该受到那种折磨 或许有些人真的无法原谅 但是你们让我知道 该以怜悯之心对待他们 说吧 凡人 金瑞斯提亚是我们当中最坚定的 但连他这位御灵者都愿意接纳新的道路 这充分展现了他对齐瑞安的奉献 我已经联络了各个世盟 请求他们把福音带来科西亚 胜利的关键就在这一切 还有你的身上 冤后行者 我们的敌人冷酷无情 凡人 你的伙伴来了 我们试着阻止西瓦纳斯 试着阻止他们 但是失败了 盐狱之主离开了 而且还带走了安杜伊 我一直担心的事情恐怕成真了 我一直担心的事情恐怕成真了 终于要把最后的药区 飞到了我身上 现在给我跪下 通道打开了 我们已经达成目标了 我们已经达成目标了 我忍受造物者充满学险的世界太久了 我要打造全新的世界太久了 全新的世界太久了 万物都会服从 服从我 别想叫我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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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遗憾 你摆脱不了 射死的脚 你确实帮我找回了被夺族的东西 让我给你 同样的回报 你 你的命运 教给他们决定 来吧 来见证 这个现实的毁灭 绝对 我 难 让他 抵达 洛塔尔 让荣誉为你指引名 真的 安杜英留下的东西是什么 一个罗盘 那是他送给父亲的礼物 华丽安一直带着他 直到在破碎海岸跟恶魔开战 我不认为他是不小心掉的 安杜英一定是希望我们能找到他 这代表炎域之主的力量还没完全控制住他吗 应该不只是这样 我发现罗盘被附上了魔法 也许安杜英用圣光留下了讯息给我们 博瓦尔 你可以帮我们看看吗 没问题 真呢 他被灌注了一道回忆 我也感应到了 安妩云太厉害了 你希望我们看见什么 他们快攻过来了 我会在托加斯最上层迎战入侵部队 等我们抵达奥瑞伯斯 你必须保护佐瓦尔 让他完成仪式 你的意思是 他会强迫我保护他 每次受他操控 我都感觉 有部分的自我 消失了 阿萨斯复活你的时候 也是这种感觉吗 空洞 虚无 原本拥有的一切 都被黑暗吞噬 是的 小狮子 但是到最后 我们一切的牺牲 都会值得 等到生命与死亡的循环 被打破与重建之后 我们就 等到那时候 我就失去自我了 而你也是 希望我的朋友 还记得我原本的样子 而不是 受你们逼迫的 模样 幸福 团结 就是力量 我会尽全力 帮助你 啊 冤侯行者 佐瓦尔虽然赢了这一仗 但是他赢不了整场战争 我们有共同的使命 我们会通力合作 拿下胜利 暗影至今的士盟代表 走上前来 我的纪念 依然纠缠着我 你必须 说吧 凡人 此大士盟团结一心 我们的希望 重新燃起 命运吸引你来此处 不要舍弃你的职责 在审断者之事发生的事情 已经超越了我们的理解能力 很久以前 佐瓦尔本来是审断者 但是 他违背了守创者们的意志 企图破坏整个宇宙的平衡 因为他犯的罪 我们剥夺了佐瓦尔的力量 把他打入冤喉 而把统一符文磕在他身上的 正是我 我们用佐瓦尔的灵魄造出一个新的审断者 一个公正而不带情感的审断者 我应该早点认清 佐瓦尔绝对不会放弃夺回自己的力量 不会放弃实现他的计划 他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佐瓦尔寄予所在墓穴里的秘密 要是他得到了他要的知识 你们所知的一切都会毁灭 这四个符印代表着世蒙重生的希望 我会用他们打造一把钥匙 虽然我得找个东西来取代审断者的符印 继续反击言语之主的部队 等钥匙准备好了 我会通知你 凡人死亡在寄予你们世界的灵魂 但只要团结一心 我们还有机会拯救他 我记得你 与使命同行 朋友 你好 朋友 高深莫测的围纳里才没有朋友 你对我的误会可大了 只要你有需要 我当然是好朋友 更是有用的朋友 何况每个人都有需要东西的时候 就我所知啊 你就是最需要东西的人 我想你跟我套交钱的目的 无非就是想问我 泽瑞斯莫提斯的事情 难道你对首创者的国度 一点也不期待吗 也许某一天会有吧 如果使命要我这样的话 难道你不是因为不凡的智力和好奇心 才被指派到科西亚了吗 朋友 或许你的使命不是囤积知识 而是跟懂得如何使用的人分享 我承认 确实还有太多理论要研究 太多东西要探索 不对 我不会被你影响 中介者 走开 我不需要你 今天或许不需要 但总有一天你会 到时候 我会很期待 和你做交易 凡人 你真的以为你是我唯一的逃脱手段吗 我给了你一个机会 而你竟然拒绝了 你会因为违逆我付出代价的 只不过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得先处理 享受这段短暂的时光吧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地下 我能走在 記憶的碎片之間